继香港明报《苹果日报》日前遭受中共打压沦陷后 香港商业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李慧玲 无预警遭解聘 令外界担忧 又一个媒体被和谐 中共以震惊力量频频干扰港台新闻自由 不受商业利益左右的独立媒体 成为捍卫新闻自由不能缺少的力量 李慧玲2004年加入香港商业电台第一台 他在节目中经常针对香港与中国大陆时局 以及官员作风提出辛辣批评 并声援被中共当局打压的异议人士 2012年7月他被调往早间栏目 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去年11月底再次被调回第一个主持的节目左右大局 12号李慧玲被解雇 1959年开播的香港商业电台 长期被视为香港言论自由的重要风向标 我是百分百感觉得 这次的事件是梁振英政府对新闻自由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而商业一个持牌的广播机构 他就在逐牌的魔咒之下跪低了 2003年之后 北京政府为了加强对香港的管制 走一步的影响各方面 大家十年前大家都听过 这个中共要将 向金汉黄玉民 要奉美 十年后再发生李慧玲事件 只是顾忌从事 李慧玲被炒事件发生之后 在声援他的Facebook上 有市民立即列出香港媒体近年来被一一宰割的实例 如南华早报换政协总编辑 变红早报 香港电台即时现场直播 封烟节目盯走吴志森 阳光时务创办人街头遇袭 信报换和谐总编辑 主场新闻被网络攻击 独立媒体被袭击 DBC被商业纠纷收党 民报总编辑被调走等 其实进入2014年 香港媒体不仅是民报和信报遭到打压 就是被认为是香港反对派的苹果日报 甚至政治路线温和的免费报章 AM730也遭到广告被抽起的经济制裁 面对中共的强力打压 敢于真实报道中国新闻的独立媒体 成了香港民众了解真相的一个重要途径 以香港大纪元时报为例 每日发行量超过5万份 业绩整整日上 郭军表示 在这样的逆境中 全球40多个国家有分支 横跨10多个鱼种的大纪元 仍视野抵挡住中共的打压 成为捍卫香港新闻原则 坚持新闻自由的中流砥柱 新唐记者易如宋丰采访报道 赞紧经史上 Então 5万分钟 1万万900多个国家еня